胡氏第一个他准备了给今天大会的几点建议 建议不要打台湾 对台湾政策要明确 任何政策都不打台湾 反对隔离政策 要继续经济改革开放 发展党内民主 然后说当年我下来的时候 就是遵循了党内的民主制度 不要超过两届 金平同志这回干三届是特殊时期 我是支持 但是下不为例 下一届不能再干 他是这回事 是反对你到第四届 这个时候 你都没想到胡锦涛是为谁 他说七山是许诺好的这个副主席 你连任七山也应该连任 这世界有多疯狂 全人类75亿人类 这么多政府竟然没有一家媒体 敢说出实话 实际上都知道 这些国家政府 竟然十字于中国人 没有一句真话出来